學生們在電腦前認真聽講同時 另一群人在半導體無神室穿著防塵衣實習 這裡是南韓經濟道政府與大學共同開設的半導體工程師培訓課程 重點是培養時下企業所需的實務能力 經濟道政府請來三星電子人員擔任講師 利用大學和南韓奈米技術院擁有的多項基礎設施 同時進行理論和實戰教學 對有志進入半導體業界的社會新鮮人提供了絕佳機會 南韓自稱半導體強國 專業人才卻面臨短缺窘境 全南韓約有20個半導體相關科系 每年只有650米畿野嬛生 prot質疑期預測,未來10年內將缺少3萬人力 三星转车和SK하이닉스처럼 大企業에도 불구하고 인력이 부족하다고 해요 그러면 이제 소재부품 장비 또 반도체를 설계를 전문을 하는 기업 이런 데는 더 부족한 거죠 파운더리 위주로 반도체 산업을 구축한 대만이 국가적 지원을 바탕으로 관련 졸업생을 연 만여 명씩 배출하고 있는 것을 감안하면 반도체 인력 양성은 더욱 시급해 보입니다 韓連社以南韩半導体竞争对手台湾举例 상략之下南韩 상관人才嚴重不足 南韩政府紧急规划培育 루시推动在大学設立半導体專業科系 경기도에는 삼성전자와 SK하이닉스가 있는 반도체 중심 도시입니다 산업체에서 필요로 하는 인력을 적기에 지원할 수 있도록 다양한 교육의 장을 마련해 경기도에는 삼성전자와 SK하이닉스가 있는 반도체 중심 도시입니다 明年也将大幅增加招生人数 南韩教育部正在討論 将大学半導体相关科系编制人员 增加到首都圈1만 명 地方1만 명等 一共2만 명 但考虑到科系设置和教授授课年限 实际组织人力 还需要一段时间 南韩总统引席月 日前和执政党半導体特别委员会成员 共进午餐 再次强调 半導体人力短缺 攸关国家新亡 不是长期课题 而是当务之急 除了半導体产业之外 包括AI人工智慧 元宇宙等新兴产业等 南韩政府喊出 到2026年 要培养100万名数位人才 南韩教育部规划 从2025学年度开始 南韩小学的资讯课程 将扩大到34小时以上 中学将扩大到68小时以上 但也有家长担心 编码课程义务化之后 孩子需要新增课外辅导 加重学业负担 培育数位人才利益良善 稍益不慎 恐怕残害国家幼苗 TBS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是